現場畫面顯示 荷蘭公共電臺記者達斯在直播時 被一名戴紅袖章的中共便衣推搶驅趕 咱們往前走 哥們兒 先等一會兒 往前再一趟新聞聯播 但便衣並沒有停止推搶 硬將記者推走 這一幕讓位於荷蘭演播室的女主持 感到相當錯愕 旅居加拿大的作家盛雪指出 這一畫面再次向全球 展現了中國的人權狀況 現在的這個直播肯定是比其他的語言 更能夠有力地表現了 中共是如何對待言論自由的 所有看到這個視頻鏡頭的人 都會對中共的整體上的這種人權狀況 以及他的這種警察國家 全方位的控制的這種直觀的印象 中共一直想要在國際上 树立自己偉大光輝的形象 树立自己多麼尊重人權 都沒有新聞自由啊 但是突然闖入的這樣的一個 戴紅胳膊的志願者就把他這個形象禁毀了 就是一瞬間的事兒 自由媒體人寧靜說 這個鏡頭算是禮貌了 因為他面對的是外國記者 有所顧慮 如果是面對中國記者 他直接就動手了 這個舉動很可能會引起一個很大的連鎖反應 整個世界會去再進一步地思考 中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專制極權暴政的一個體制 那麼這個世界呢 應該如何去對待它 那所以說這真的是一個最好的廣告 事實上 14年前的北京奧運會也發生過類似事件 當時至少發生30起打壓記者事件 還有警察襲擊記者 而這次冬奧開幕前 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多國 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 本週 人權組織發起的抵制北京2022活動 在美國多地的中共使領館前舉行抗議 譴責中共惡劣的人權記錄 新唐人記者李韻、李珊珊、舒燦採訪報導